大家好我是超神龙哥哥 在孤儿院时期皮皮上收养了园丁 在那些年皮皮上对园丁做了三件事 我们烂皮皮上他自己来说吧 第一件事情给你温暖给你家 园丁一直都是我在孤儿院最关照的孩子 或许是一种缘分或许是天生就喜欢 我总是特别的在意你 在你睡觉时我偷偷的帮你盖过被子 在你饿的时候我给你最新鲜的面包 我还帮你烧过洗澡水倒过洗脚水 擦过你睡觉时流出的口水 第二件事情给你玩具 陪你玩 我记得小时候你很怕孤单 所以我给你买的小双玩具 还陪你一起玩 我希望你能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 可是你却立志要成为拆楼专家 还好你平时只是拆拆椅子 我们院里的椅子都快被你拆光了 第三件事情给你治疗为你忙 感觉到你的精神问题 我请来的电光法医 用散电BBB大法给你治疗 顺便垫头发 为了忙这个项目 孤儿院差点破产 可是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最后你却不爱我了 你却和我行徒陌路了 你只丢下一个理由 大胡子你是谁 我失忆了 是闪电BBBB大法 让你失忆了吗